究竟一位歌手怎麼稱為成功 一定是出夠10張碟 開夠20場演唱會 如果沒有一群忠實粉絲 沒有人支持自己 開幾場演唱會,出夠一張碟 還是沒有 你也有道理 我好像認識一位歌手 他的歌迷不僅忠實,還很團結 前一陣子 他還替他設計了音樂會的紀念品 我好像知道你在說誰 我也知道是誰 他就是我們今集的嘉賓 囝囝女女生生命,表演時間… 師父… 到關於石頭 興增你在身邊 給我填酒 那衰抚咎 發現歲月在漫長 仍有盡頭 看著丸珠 Mark 聲搏向月頭 興增你在身邊 給我恆鳩 十秒都足够 睡了 世上每道记忆再压过 才承认渴望那夜冷守 碰触过 才承认听着你密拨 趁美闭目呼吸更多 浪漫如简略过 代道望到最纷纷要走 背叛着你不需要拯救 十秒让烟花及你忘忧 抬头就算看不到以后 留下让我捉紧你没战斗 十秒让足感沾上右手 别有留一时悔悠 天装心去缺口 燃烧的瞬间你在眼前 我供你在这座危险 仍能满满足走 带头就算天再没地忧 带头就算天再没地忧 然后下秒送开了冷守 别怕任天再障碍没收 带头没法庆祝的燃烧 然后就此因化山四周 别怕让祝福少去鹿州 命运燃烧的折袖 亦都现在顺利是居三公司 真是真 适当地促 Tanz 欢迎这集给大家一分钟 欢迎来到大家一起拍 也是什么?真的吗 是,真心的 谢谢 刚才听完你那首新歌 想再和你汗烟花 怎么了 其实想和谁汗烟花 我覺得這首歌看煙花… 雖然看煙花很燦爛 但從來要跟誰看 那個人有多重要才是最有感覺 我覺得跟一個最親密 或者覺得自己最珍惜的人 一起看煙花才有那種浪漫 可能站在旁邊的才是最重要的 對,腳那麼大 原來避開我們的問題 對,有否想看的時候… 當時寫的時候有否想著 旁邊的人是誰、抱著誰 用這個情景去寫這首歌 其實寫詞不是我想的 是王樂儀想的 但想到曲子時的事情 我本來想寫一首聖誕歌 例如《Merry Christmas》那類似的聖誕歌 但最後到王樂儀,他便幫我填詞 然後他便問我大概想寫甚麼 我便覺得這首歌 我打算是年尾會製作 或者年尾會製作 或者我們可以想一想 抹世這個畫面 然後反而是王樂儀想煙花 但我想問為何會選日本80年代 MV 對,MV 因為很棒,好像回到80年代的感覺 我覺得是因為MV的導演 他本身很喜歡日系的東西 他是一個很日系的導演 其實我也是在電視機上出現 其實男女主角也是演員 然後他為何會演出這個風格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們太久沒去過旅行 他便挑戰一下香港某些景色 或者拍攝到所有造型角色 就像日系風般 像日系風般 而且我覺得這次拍攝的手法很特別 是導帶的形式 對 我一開始問為何要反過來 然後原來是… 我看完之後又有感覺 想把整段影片再反過來看 所以就可以馬上騙到你看多次 再聽多次這首歌 我聽了很多次 這個概念是否自己也有心理 我沒有,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即是你… 哭風有了吧 對,因為EDM EDM有… 其實一直都會覺得 想做一些歌曲 不要只是一直唱歌、吉他 其實我寫的也是用吉他寫的 但有時候想轉換不同聲音 不同的風格 既然自己是獨立的狀態 其實可以多玩不同的風格 所以我就試試EDM的東西 知道你之前 也原本完成了一個 歌迷會的音樂會 音樂會 這次是否跟歌迷有很接觸的接觸 去思考如何吸引這個音樂會 其實是,因為以我個人來說 布志倫在香港第一次 所以這次會特別跟歌迷 希望可以多做一些有意思的事 例如他們幫我設計了一個標誌 在衣服上嗎 對,他們會印上T恤 然後就算我們賣給歌迷 不是為了賺錢,只是想… 紀念 對,除了紀念之餘 還有做一些慈善的活動 整個歌迷會… 這次的音樂會好像是 更多是一場表演 所以我希望這個表演 是一個對歌迷有紀念價值的表演 看得出你們的關係很好 對 你覺得有哪次歌迷做了一件事 是令你最感動的 其實這次已經很感動了 這次他除了製造了很多品牌 Toe Bag、T恤 又現場製造了一些發光的手帶 又有些手棒,又有棋子 然後還有工作人員 他製造了很多有我的樣子 Alan Po的飲品 他做製作的吧 對 就是讓工作人員可以舒舒服服的 有飲品 我自己也猜不到很多 做了很多很多 我覺得只是這次的音樂會 雖然不是一個很大型的音樂會 但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真的可以跟我的粉絲成立一個歌迷會 除了不只是支持我的音樂 也可以支持我對於音樂上的想法 又或者我希望可以做一些 對社會有意思的事 是 2021年有這麼好的音樂會 和一首歌結尾 我要看看2022年大家的運程如何 我還要看 對,我準備了一部分 心理測驗 可以看到大家2022年的運程如何 我們可以選一個 我便會公布 好像玄學大師上身 最浪漫的 2022年 大家對於浪漫的定義 我想說很不同 最浪漫 我覺得選單是浪漫的 你覺得簡單嗎 我會選A 我也應該選A 因為C好像是新年,很興奮 很興奮 我也喜歡A,我覺得太色彩 那我們的運程不一樣 可能我們會選B 你別因為我們不喜歡你才選 我問那些堪如學家 選一些色彩的東西 會對我運程有幫助 我想說是否你先幫忙最浪漫 為何覺得他最浪漫 先選B 好… 因為是色彩的 先選C和D給他做 C剛才你說得太喜慶 我不會這樣選 開估計… 好,先選A 最多人選,三位主持都選A 選這個答案的 是天性特別浪漫的人 我的天 你肯定知道這個答案 我肯定… 我不看得到 肯定自己選了 你會很期待在平淡無期的生活中 有一個能夠給你驚喜 一直在生活中 讓你溫暖力量的人出現 你已經出現了 你已經出現了嗎 有魚,你不知道我還是其他人 原來是… 但我出現了 你選B嗎?只有你自己一個 一點吧,但我接受命運 選擇這個答案的你 是一個甚麼事都喜歡自己掌握的人 算吧… 還是算的… 你是佔有欲很強 佔有欲很強 你只顧我 我對Alan的了解 又更深沉 很少,可以吧 好 喜歡被人佔有多一點 是嗎 會否這麼好運不斷 但你會很期待有一個 可以聽你的想法的人在旁邊 你要一個好聽者在你旁邊 也是,因為我比較多說話 感覺到… 對比起今年,你明年的運 比今年更好 是嗎 是嗎 是就好了… 如果我們選A的呢 我們為何沒說今年好 只有小幸運 只有小幸運 心目中不斷地有小幸運出現 也好… 無論今年還是明年 我們都是屬於好的,對吧 對,都是小幸運 對,無論你覺得準不準好 我也覺得下一年一定會更加好 沒錯,下一年一定會更好 要相信就可以了 別走開,下一節回來 還有好歌聽 好,謝謝 自己選還你擦身 我門埋過一晚又一晚 如電日出的脆殘 別忘掉困難 成就能被時日偷走 才讀來讀光找到自由 挑闊地後衝回頭 有幾次笑過米露 了得你堅決陪著我走 藏也沒有 放開兩手不佔有 方法然未給予我身貨 從來沒要求 無人在四周 無人在四周 平靜下來才西美都 一刻的永久 從事代方足 放棄所有陪你看星球 來臨任任我走 目瞭瞭地求 無人樹樓患有 借你當我斷信沒有 平宇沒有 財富沒有 人氣沒有 放開兩手不搏鬥 我只送你一臉臉花粉 便宜淡溫柔 很甜蜜 很甜蜜… 這首歌是送給太太的情歌 真甜蜜 也可以這麼說 而且我也是太太和歌迷 因為送給自己珍惜的人 不需要珍惜的人 事隔幾年後再唱這首歌 有甚麼不同的感受嗎 其實… 沒有 熟能生巧 這首歌的詞比較密 起初只是唱歌也覺得困難 現在加上彈、唱都已經… 因為唱了這麼多次 而且很多東西已經… 好像肌肉記憶 字物,但你唱得多 你已經記住了,你的口型 所以其實練歌真的很重要 有一個時刻嗎 因為我有時也是 可能很久之前唱這首歌 突然那天練歌也好 我突然唱到這首歌詞 有一個感受是… 你要經歷了這幾年的事 你才知道原來我明白這首歌詞 其實歌曲是這樣的 通常每首歌曲 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性格 在唱會上會有不同的感受 我覺得這首歌很有趣 對,因為人會不停地 一步一步吸收和付出 所有事情是… 在人生經歷後 要想法不同了 唱會的歌曲也會有不同的感覺 其實進入了這麼久的娛樂圈 你至今有甚麼特別的感覺 我覺得… 娛樂圈是千變萬化 而且真的很討論天時地利人和 所以… 但也很需要努力 自己也要不停有自己的作品 要表達 是否一定每件作品都會有很多人看到 會被人看到、聽到 不一定 但如果你本身真的喜歡這件事 很老套地說 最重要的是初心 是 如果初心不變的話 其實動力就會在 如果你跟隨著大風向慢慢變 其實你會迷失 所以我會堅定… 以你明義 堅定一件事 我不會理會自己是否紅 我覺得有機會讓我表達 或者透過音樂裡表達一些訊息 或者音樂裡表達一些感覺 其實有時你會成為一首歌曲 真的不是你控制 但如果有機會做,就要盡做 明白 其實我有一個私心的問題想問 因為我入學後 真的不太長時間 有時我也會感覺到有一種不安靜 或者不知道這步是否合適 究竟這個決定是否合適 有時會有這種心情 你一直以來走過來 有這種心情嗎 我有… 當然會有 離開MINSA的重大決定 對,如何處理 或者如何令別人對自己的感覺 你問我便是錯了 我每次擺明都是答錯 而且都是踩中地雷那類人 因為我自己很講求感覺 是 我只是隨感覺去走的人 但…剛才提到運氣 例如由Mister 到我自己現在的發展 其實已經四、五年了 Mister,我又不是不想做 但Mister要做 又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做 然後我自己做的 我比較容易掌握 但每個人都會只想起 看見我便會想起Mister 所以便很尷尬 所以我現在一定要主力點 做自己想做的事 明白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聽過一首歌 就是《如果我知神逆信》 因為當年是非常流行 這個話題我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想問 如果你是打工仔 你會想做甚麼 如果第一份工作 我也會想做音樂的事業 即是打工仔 打工仔?比較… 我不是做幕前人 但我希望能夠推動一些我自己認為… 即是做幕後的音樂人或甚麼 我想我做音樂人 我還未達到那種程度 我希望可以用自己 可以對這個行業認知的事 我可以推動一些我認為有才能的人 對,我反而很想做 好,在今集結束之前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小小環節 這個環節叫做深度論 我們一天留意Alan Po 其實他的社交媒體對人生 以及自己的看法有些不同 可以贊我們幾句嗎 其實我真的不是說有太多見解 不要緊,一人一句 一人一句就夠了 對… 一人一句… 沒錯 來…加油 好… 努力 好… 祝你好運 這是你最好的 對,雖然聽起來好像很划算 其實真的很划算 拿著… 我不是上司 好… 你怕我說錯了 但這是很重要的 有經驗人士分享 是值得學習的 也是 因為有時有些人經常說 堅持… 你說很罕大 但人生越長越大 就覺得這些加油、堅持 真的是很實在的一件事 所以很希望Alan… 不知道Alan,大家吧 2022年… 加油 像心理測驗一樣 努力 大家都越來越好 加油、努力 還沒好運… 還沒好運… 這個一定要 好,我們明晚同樣時間 兒子女女730 再見…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 所以… trending…